浴室普通的农村女孩,中考时落榜 没有上高中的她便回家和父母一起务农 她是家里的长女,一直是父母的乖乖女 是弟妹的榜样,21岁那年惊人介绍 她认识了强,强也是农民的儿子 虽然干着面朝黄土被朝天的农活 一年四季风吹雨淋的强 却特别的白皙细腻,英俊的脸上没有一点胡适 干净的像个小姑娘的脸,有些奶油小生的气质 虽说个头矮了些 但玉第一次见到她由衷有喜欢 而干净丽做还不免有些腼腆的玉 也给强留下很深的印象 两家的父母也对两个孩子都很满意 没有反对他们来往之后的接触中 玉知道强虽然是家里的独生子 却很能干脑子也很灵活 农忙时她不但和父母一起下地干活 还利用自家的农机给一些没设备的农户干活 有不少额外的收入 农闲时她还在村里干着露天烧烤的大排档 生意不错 收入也颇丰 这更加坚定了玉的初衷 在农村 情侣们没有太多的风花雪月 更没有现代都市男女们那样开放 越轨行为也是极为少数的发生 玉和强是中规中矩的一对 他们的思想都很传统 在他们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 没有一点不连点的行为 一年后 他们彼此相处的感情很深 在双方父母和亲朋好友的祝福下 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洞房花竹 来了不少的亲友闹洞房 什么两人同吃一个 紧着线被人不停上下拉动的这苹果 什么在新郎的身上藏几枚硬币 让新娘寻找 什么让新娘当众吻新郎三下 大家玩着闹着直到夜里十一点多才散去 走时还不忘玩笑地对新郎说 春宵一刻值千金 抓紧了 一长串的笑声渐渐远去 强的父母和亲人也都各自休息了 预洗了洗脸 把洞房的大灯关了 打开了灯光柔美的床头灯 然后坐在梳妆台前解开她的长发 强透过柔美灯光看着娇美的妻子 异常的激动 她轻轻走到玉的身后 从后面紧紧抱住玉洞房的灯关了 急促地喘息声隐隐约约地传来 五分钟后 洞房的灯又开了 房里传出玉轻微的哭泣声 和强的自责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没能让你成为真正的女人 真的对不起 强懊恼地不计锤打自己的前胸 玉拉住强的手不让她再打自己 别这样强 也许是我们不懂 也许是我们太累了 我没有怪你 真的 刚才是有不舒服 现在没事了 我们明天会好的 睡吧 灯 再次关上 第二天 第三天依然不行 玉没有任何怨言 反而不断地安慰墙 在家人面前也没露任何声色 新婚后第一次回娘家时 玉的母亲问她 你们还好吧 玉知道母亲问是什么 她点了点头 仗红着脸把头低下 看上去一副幸福新娘的模样 母亲没有注意玉眼角的泪光 以为女儿是害羞就没再多问 忙着招呼心上门的郭爷去了 他们从玉的娘家回来时 从街里买了一些黄色光盘 他们都想学学 也认为那也许能刺激强 能让他履行丈夫的义务 可是失败了 强很内疚 每每这时玉都会安慰他 鼓励他 总有一天会行的 玉的宽容 理解 安慰让强感动 平日里对玉就更加羞贴入微 无微不至 玉也从不把苦挂在脸上 一直是个孝顺贤惠的儿媳妇 看起来他们是非常幸福甜美的一对 只是玉的心里的苦太重 她一直口腔溃疡 一处接着处 这里还没好 那就又坏了 没有好的时候 半年后 一次一家人坐一起吃晚饭 玉的婆婆不经意的问玉 还没有动静吗 我们可等着豹子呢 这么长时间没有 你们该不会是不想要瞒着我们吧 玉低着头一脸的无辜和委屈 强看在眼痛在心里 挨压 妈 你急啥 那天夜里强失眠了 她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她决定不能这样害玉了 即使她不忍心离开她 舍不得她 在强的心里 玉是那样的温柔 那样的贤惠 那样的善解人意 这样的好妻子就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呀 她真的不想和她分开 她爱玉 可是谁让自己无能 不能让玉幸福 爱玉就要放了玉 让她幸福 第二天一大早 强把父母和玉都叫到她和玉的房里 强语出惊人 我要和玉离婚 玉和强的父母都被她的话惊呆了 玉委屈的泪流了下来 心里暗间的响 我对你那么好 对脸样的宽容你 为什么还要和我离婚 强的父亲怒了 起身狠狠地给强一个耳光 玉赶紧上前将其拉开 你这个不孝子 玉哪点不好了 哪点对不住了 还是配不上你呀 你昏了头 你混蛋 父亲骂道 强的母亲也气愤地说 你们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今这是抽得什么疯啊 我就是要和玉离婚 强固执地说 我不能再这样害玉了 不能再让她和我一块受罪了 强的母亲的不解 你傻了 玉怎么就和你受罪了 玉你别管她 她疯了 你别哭 她敢和你离婚 我打断她的腿 父亲安慰 打断我的腿 这婚我也要离 非离不可了 强依然固执 离吧 离了 你就别回这个家 玉不走 有你她就是我们的好儿媳 没你她就是好女儿 你给我滚 小兔崽子 滚 强的父亲越发地生气 爸 你就别再生气 别骂她了 她心里也挺苦的 玉带着哭腔劝着公公 强 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 我嫁机随机 我既然和你结婚了就不离婚 逼顿了顿 接着说 我想我们还会有办法的 一定会有办法的 玉你别说了 都是我不好 是我害了你 你的路还长 你就走吧 强打断玉的话 不 我不走 你就是我唯一的丈夫 要不 咱们去医院看看吧 玉师探着问 她怕伤了强的自尊 上医院 强 你怎么了 病了 母亲关切地问 你这孩子到底怎么了 你倒是说话呀 父亲急切又温和地问 强低下头 沉默了好久 她不知道如何跟父母说这种难以启齿的事情 脸憋得一会红一会白 最终还是把整件都全盘而出 听了强的话 父母的脸色难看 既然是这样 你们也别忙着离婚 咱们先去看看再说 真要是治不好 咱们也别误了玉 强的父亲一直很通情理 对 还是赶紧去医院 能看好的 玉你别担心 明天你们就去 妈妈给你们拿钱 强的母亲急忙说 听了玉和父母的话 强也没再多说什么 其实强早就想过去医院 可是自己没有勇气 这种事又不好和家人和朋友们说 玉也早就想过让强去医院看看 可是 她怕伤了强的自尊 怕强心里有负担 第二天 玉和强还有强的父亲一起去了省城 经过详细的检查 医生说是青春期没有发育好 雄性科尔蒙过少 生殖器官没有完全发育 这种病有治愈的可能 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也许三年 五年 甚至十年都说不好 资金方面也不会少 这种病的原因很多 不良的生活习惯 外界刺激 外伤 DNA 染色体 变异等 强的父母是近亲结婚 强的母亲很小就失去了双亲 双亲去世后 她就到舅舅家生活 也就是强的爷爷家 当时强的爷爷家也并不富裕 自己家就有四个孩子 要养姐姐的女儿 强的奶奶不同意 除非给强的父亲做同养席 她才让强的母亲进门 强的爷爷拧不过她只好同意 强的母亲当时虽然只有15岁 但很能干 无论是家里的还是地里的活 她都拿得起放得下 强的奶奶尤其喜欢她母亲这一点 长大后说什么也要强的父母结婚 当时在农村还是很封建的 儿女的婚姻完全是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强的父母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 只好结婚 婚后他们也一度担心 将来的孩子会有问题 可生了强后 没有任何畸形 强也很聪明 除了个子略矮了点 没有别的毛病 这让他们一直很欣慰 可现在的毛病不能说和他们没有关系 也许这就是近亲结婚的苦果 早已过世的两位老人埋下苦果 却要强和玉一起品尝 强的父母也很痛苦 无奈 更是悔恨当初 他们拿不少药回去 玉每天给强煎药 精心地照顾强 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强有了明显的变化 她的个子高了 胡须也长出来了 男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可房市依然不行 强有些气馁 想放弃 玉咱们还是离婚吧 为什么 我对你不好吗 玉做火炉旁给强煎药 都一年多了 也没见太大的起色 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没钱咱们可以争 别说那种丧气话 玉者搅拌着砂锅里的药 别治了 我看是治不好了 你还是早点找个好人家嫁了吧 你别说了 我是不会放弃的 我是不会离婚的 你一定会好的 我知道 黄天不负苦心人 老天会可怜咱们的 玉依然坚持 玉坚定的话语和表情 再一次鼓励了强 也让强暂时放下了这个念头 结果玉刚刚煎好的汤药 一饮而尽 他要尽快治好他的病 他要让玉幸福 数日后 玉和强去医院复查 医生告诉他们恢复还算可以 要是情况进展得好的话 也许再也一年 强就能和正常人一样了 但是现在的人的生殖器 还处在十五六岁孩子的发育阶段 要注意不能过夫妻生活 那样也许会前功尽弃 接下来的费用可能会更多 每个月都要到医院复查 按病情的进展对症下药 还要在饮食营养多下功夫 医生的话让玉和强看到了希望 同时也感到了压力所在 为了看病 他们的钱也用得所剩无几了 他们既高兴又为难 回来的路上他们都没有说话 各怀心事 回来后 玉和强开始想各种办法多挣些钱 强晚上依然干着烧烤的生意 白天就给各村的食杂店送啤酒 每天早出晚归 再苦再累 他也忙得不亦乐乎 他要向他的目标迈进 他要快些好起来 因为玉为他付出的太多太多 玉开始养猪 二三十头的猪 那时婆婆又得了腰间盘突出 家里所有的事情都要靠玉一手道 玉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 准备一家人的早饭 然后给猪喂食 一边煎药一边再打扫卫生 他每天比太阳起得早睡得晚 太阳还阴天下雨休息的时候 可是玉从来都没有休息的时间 如果说有 那就是每天晚上睡觉时就是休息 可那也许是他一天当中最不愿意过的时候 他累瘦了 晒黑了 玉的付出家人都看在眼里 也从心底里疼玉 强的心里更是明白 更是心疼他 可是玉不知道强为什么再次提出和他离婚 那晚玉真的伤心了 也真的怒了 玉咱俩还是虞了吧 强背对着玉轻轻地说 为什么 玉累了一天了 腰酸背痛 他拖着沉重的身体从床上坐了起来清吼 强也起身坐了起来 搭拉着脑袋不敢看你 我又有什么地方不对了 我这么辛苦 眼看就有希望了 你为什么呀 我哪里对不住你了 玉的委屈得泪水夺框而出 墙下床给玉拿了条毛巾 依然不说话 你倒是说话呀 我不要 玉抢过毛巾扔到地上 你说 我这么长时间挨苦受累 为了啥呀 眼看着你就要好了 你又要和我离婚 我到底哪里不好了 你几次三番地要我离婚 墙捡起毛巾给玉擦脸 玉别哭了 咱有话好好说 别哭了 累了一天了 别再哭坏了 你还知道关心我呀 你说你为啥老是要和我离婚 以前你是为了我好 不想连累我 我领你的人情 今天这是为什么呀 为钱丑 我们拼命地挣钱 我们一天从早忙到晚 那蓝猪马上就能出手了 加上你烧烤店和送啤酒的钱 后三个的医药都没问题 再坚持一年 我们不就可以过好日子吗 就算再有二年三年 我也不怕 难道我这样付出成了你的负担吗 还是你根本不想和我一起生活 玉哭的和一个累人似的 盖在腿上的被子都湿了一大块 墙也哭了 这是玉结婚以来第一次看到墙哭 就算我好了 也不一定能生孩子 玉一下明白了 原来是她上午帮邻居照看小孩子时 说的那些话让墙听到了 当时她就听到门外好像有动静 可是出去的时候没见到人 原来是墙 村子里和玉他们一样 结婚的小青年们都有了小孩 玉的人缘很好 那些小媳妇们总爱抱着小孩子到玉家玩 玉也一向很喜欢小孩子 无论她怎么忙 只要看见小孩子 她都是抱上一抱 亲一亲 上午邻居家的小媳妇有事 让玉帮忙看一会小孩子 玉很欣然地答应了 快一周岁的小宝胖乎乎得很可爱 玉想各种办法逗宝宝开心 宝宝银铃般的笑声让玉醉了 玉抱其宝宝亲了又亲 不由自主地叨念 爱 我什么时候能有一个这么好的胖娃娃呀 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当上妈了 宝宝来叫妈妈 叫妈妈 门外有动静 玉以为来人了起身 出门看了看 没人 强势怕自己不能给一个孩子 她的病已经让很自卑了 好 感谢观看